全球的疫情事實上還在延燒 那台灣這一次本土疫情 還在擴散 我請教柳醫師 今天新增本土的17的案例 可是呢 案例好像有擴散到新竹跟基隆的跡象 對其實這一波 我們看起來其實還蠻擔心的 就是說 雖然看起來算指揮中心說 可能似乎前一陣子來說有收斂 不過我們看起來 其實他還是一直往外擴 往外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從以往我們那時候是Alpha的時候 或者是Delta 我們即使公佈了足跡 公佈了這個接觸的 其實有時候在抓的過程 公佈足跡其實很少會抓得到 在這一波的Omicron裡面 我們看得到 其實常常你一公佈足跡 就真的在這個足跡上 真的會有看到確診的人數 那甚至跑到了這些工廠裡面去 企業裡面去 或者是說他跑到學校去 那傳播速度都非常的快 那甚至即使他的潛伏期 非常抓的時間已經很短了 可能差一兩天的時間 都已經可以看得到 他們已經擴散出去 所以連續在這兩天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在本土的數據上都已經破十個 那甚至都到高達十七個 所以我們自己在本土的個案上 就已經還蠻多位了 那再加上我們境外 就每天上二三十位的一個移入 其實對於我們在疫情上的一個控管上 的確壓力是一個還蠻大的 那當然在這個 這個疫情 這個散播出去的 本身有幾個因素 包含就是這個病毒本身的特性 就是他的R0值本來就非常的高 所以他一個人相當於就可以傳很多個 所以之前陳修熙教授他就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再都沒有做任何介入的情況之下 這個R0值的推估可能會到十二 那其實從國外的研究也差不多八到十之間 那只是說他以台灣目前來講 因為畢竟大家都還有戴口罩 勤洗手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差不多是二點二左右 不過至少看起來就是他傳播的速度 跟我們想像中的說 我們可能大家還能在自律的情況之下 應該還能擋得住 可是看起來在斷念的情況 可能還是我們還要有所期待 所以我想指揮官也是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可能如果以目前來講 因為卡在一個過年 我們可能不敢像去年一樣 可能大賣步的去做一些條件式的緊縮的情況 還要顧及所謂的民生產業 跟一些餐飲業的部分 我們可能在這個部分上就變成民眾指導 自己就做相關的一個防疫上的自律 包括口罩失袋 包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包括勤洗手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都要自己做好 那當然 那劉醫師你怎麼看 今天以色列直接研究說 就算打到第四劑 都沒有辦法預防Omicron的病毒 這個是以色列今天最新研究的說法 那指揮中心現在事實上是在推廣第三劑 你怎麼看 第三劑基本上目前來講 其實我們就已經對他 其實已經有相對有點失望了 我們從英國跟美國 目前的研究來看 如果你去打第三劑 即使你打mRNA 或者是你三支全部都打mRNA的疫苗 理論上應該等於相對是在保護力上最高的 也差不多提升到七成到八成而已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下降速度非常快 我們在講保護力的部分 他差不多打到第二個月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你的下降速度你可能在保護力上就只剩下四到五成 那如果你前兩劑是AZ 你後面是打mRNA 不管你是打莫德納或BNT 這種情況之下 第二個月到第三個月都只下降到三成到四成 所以在保護力的部分來講 本來就可能不見得會那麼的好 可是至少我們為什麼還要推第三劑 主要是在於他的重症保護力 重症保護力當你打了第三劑之後 他的確能夠一直維持在八到九成之間 那當然對我們現在為什麼還要再鼓吹民眾去施打第三劑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於 雖然Omicron已經慢慢在許多國家 已經變成主流病毒株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些國家 甚至目前Delta還是正正在流行當中 所以我們在預防這些境外移入的個案當中 但我們也不能排除說 還是有Delta有可能會入侵進來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去打第三劑的目的 主要也是在這邊 那如果第三劑的效益就已經變差了 意思就代表說 當你打了第四劑 當然他的效果可能不盡理想 你只是把抗體再往上拉 可是對於他的保護力 可能相對來講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目前假如真的要讓Omicron這個病毒 能夠退燒下來 要不就是採取兩個方法 就是我們變成只能等待藥廠去出所謂次世代的疫苗 第二個就像其他國家一樣 暴力式解決就是我們讓病毒與病毒共存 就是讓病毒直接入侵 那入侵之後呢 我們就是一直盡量的減災 稍微圍堵圍堵這樣子 那期待他能忽然衝到很高 然後在不影響死亡率 或忽然高漲的情況之下 讓他快速的結束 可是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變成說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我們民眾要能接受 這個一定會有死傷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 而且醫療並不一定能夠承受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要讓醫療能夠承受得住 就一定要把疫苗打的涵蓋率要夠高 那夠高當然還是會有一定比例的人會往中重症走 尤其是你本身是慢性病的族群 所以你如果說要讓與病毒共存 那就要看你是想要走所謂硬著路或軟著路 那如果你要軟著路 那基本上就一定要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然後疫苗的部分跟自我防護的部分一定要做足 然後疫苗的部分跟自我防護的部分一定要坐足 谢谢观看